大家好,我是艾瑜言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攻略 没有人比我更懂下落地的细节 下落地全方位攻略教学 先给您一个关于下落地的结论 如果抽着水锡又没有白珠或琴的话 那么完全是可以使用零命下落地作为过渡的 当然有了一命后 在一些配置的一些情况中 下落地是可以比肩白珠和琴的 我们等到配队分析中再讲 虽然是四琴角色的解明攻略 但是制作过程中还是发现了不少的细节 如果可以的话想请您给我点个赞 谢谢您 话不多说 让我们先从下落地的奶妈功能讲起 下落地的奶全是依靠她的大招触发的 四方Q技能后会先对全队倒成一次顺时奶 这个奶量很高 和琴大招的顺时奶量是相当的 因此实战中大概率是溢出的 之后会对前台角色倒成八次单人奶 这个奶量就比较低了 只有琴对前台单人总奶量的30%左右 从奶的间隔来看 下落地每0秒5秒哪一次队友 而从时间覆盖率来看 仅能覆盖出出轴上的4秒 是远低于琴的10秒的 从空间覆盖率来看 下落地奶的领域和琴的蒲公英领域是差不多的 但这里有个细节啊 琴在开大的时候是以自身为中心产生的蒲公英领域 所以尽量在挂物中间放大 而下落地奶的领域是向前方开启的 所以尽量要在战斗领域的前方开大 这样主C输出时就能最大程度吃到奶了 然后我们来看下落地的挂兵功能 释放大招后 从第一次挂兵到最后一次挂兵 一共持续了2秒多 而战绩的挂兵要分长短按 这里先补充一下长短按的区分 包括点按在内 以及按住翼的蓄力过程中释放的战绩 都是短按翼的效果 只有在1.8秒后听到咔嚓一声 出现这个取景矿时 释放的战绩才是长按的效果 短按翼的挂兵持续时长是4.8秒左右 而长按翼的挂兵时长则有10.5秒左右 那么实战中到底应该短按还是长按翼呢 简明功能啊 咱们直接上结论 在雷泽这种物理C的队伍中 短按翼即可 因为冰雷操倒的减污抗效果 持续12秒之久 每次触发都可以刷新持续时间 所以短按翼的减抗效果 就足以维持雷泽的输出走了 接着在莱奥斯利或者灵华主C的配队中 短按翼也是足够了 因为已经有别类角色挂兵维持冻结了 不需要下落地长时间持续挂兵 还有在不需要霸起的队伍中 比如伊命纳维莱特的配队中 下落地也是短按翼即可 因为在这里我们并不依靠冻结 来给主C提供输出环境 最后在其他配队中 只要怪物能够进入冻结状态 我都比较推荐使用长按翼 因为它能够长时间维持怪物的冻结状态 以身的选择并不绝对 我们还要考虑下面三个长短翼的细节 细节一 短翼铲三球 长翼铲五球 充农不够的情况下就得使用长按翼 细节二 无论长短翼 从按住翼的那一刻开始 它的锁底距离都是差不多了 所以这一点是不影响我们长短翼的抉择了 细节三 虽然按住翼之后不是霸体 但是被打断后会按照短按翼的效果释放战技 所以您不用怕会被打断而不释放长按翼 理解清了如何选择长短翼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下落地的手法 如果您怕释放翼的过程中被打断 可以水神挂水后 下落地上场先普攻一下把敌人冻住再放翼 放完翼技能之后再放大招 是可以吃到翼技能铲球的 另外下落地还有一个固有天赋 释放茶安翼之后如果怪物被击败 包括被队友击败啊 都会减少茶安翼的CD 所以在一些长咒队友中 有三四名敌人被击败后 有条件的话可以在循环轴中切下落地出来 短翼以下以缓解它的充能压力 除此之外还需要补充一个细节 和草神照相的机制不同 下落地相机滑坏的敌人是不算的 所以我们要把最需要挂兵的敌人 放到取景框里面再送手 最后补充一下没有提及到的功能啊 关于相帝的伤害也就两万左右 所以完全可以忽视 另外下落地带大世界的探索功能 一个是释放重机可以附带盲族性的伤害 另一个是这两天做完热物之后 可以获得一个变焦镜头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了 如又是每解锁一个命座 都测试一遍配装 所以本期我们干脆把它合在一起来讲吧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我是基于水神灰耗血的前提下研究的下落地的配装 武器方面灵命有两种选择 配戴西风密点时它的充能需求是最低的 需要190左右的额外充能 但它的问题就在于奶量不足 为了统一度量衡 我们将这里的奶量减为100% 奶量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持续回血的时间太短了 对我的血量很快就掉到50%以下 而四座金箔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 开戴之后直接给全对的每个人持续回血 但四座金箔的问题就出现在了充能需求太高了 实战中单冰盾需要200以上的充能 有时还充不满 所以对于零命效率而言 这是一个愚合雄爪不可兼得的问题 即使一命释放大招后 会对前胎角色额外造成4次持续质量 更关键的是对后胎角色也会造成3次持续质量 这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四座金箔了 数据也显示一命提升的质量量 大致就相当于一个四座金箔带来的质量了 所以对于一命效率而言 我更推荐西风秘点 这样愚合雄爪就可以兼得了 二三命也是提高下落地的奶量的 但不是核心命座 四命可以降低下落地的充能需求 这样携带西风秘点时 只需要额外对叠160左右的充能 携带四座金箔时需要对叠190左右的充能 值得一提啊 四命下落地我才推荐使用正式之名童 因为这把武器的奶量和充能需求 都比不上前两把武器 最后下落地的六命只能算锦上添花 在不释放大招的情况下 前台角色普攻重击 命中带有查案意标记的迪恩时 下落地也会为他间歇性的回旋 接着我们来说圣物主持条的选择 下落地的位置基本都要选择充能 杯子的位置由于下落地的奶量是吃攻击力的 所以要带攻击杯 别学我 有一个朋友 看完前年之后就去刷生命杯了 头的位置选择治疗加成 灵命时几点武器选择西风密碟 我也不推荐使用暴击头啊 奶量实在太低了 如果警告副石条不能把暴击对到50以上的话 那么实战中我们完全可以采用QE的手法 增加西风密碟的触发概率 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啊 下落地一技能的铲球是从身边飘出来的 很快就能吃得到 不像无奔机这些角色 一技能铲的球是从怪物城上飘出来的 要很久才能吃到 顺乎套装放面首选4少女 充能不够的话 还有少女加2绝缘也可以 天赋加点只需要点大招提升奶量即可 最后这是下落地的异图牛咬成方案 你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最后我们来看下落地的配对 在凤丹探索的配对中 下落地为盲 水神主要为荒 再带上一个弓箭手和一个喜欢的主C 就能配出比较好的开荒队伍了 而在深渊的配对中 我们还是以延续水神偏水下体系的思考模式 当我们利用下落地的挂冰和雷系超导简物抗的时候 会发现下落地的座右是不如能加物伤的米卡的 所以我们只能转而利用下落地的挂冰和水神打冻结 为主C提供与霸体相同的输出环境 这样仅在敌人能冻结时 那麦特加一命下落地的配对 才能近乎持平百万伏特的DPS 零命下落地以为奶量和充能的问题 不好没支出全队50%以上的血料 总计下在敌人可动时 一命下落地是可以搭配戒血组C的 而水神偏提料的其他组C 下落地搭配他们都是不如白族的效果 也是不如琴的效果的 仅能算是一种低配的过渡玩法 过于配对还需要补充一点 这个固有天赋 队伍中角色的国际不同 下落地会获得不同的治疗加成和冰伤加成 这一点是不会影响配对的思路的 只是锦上添花 好的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